第三篇,素材瀏覽區的操作與分類管理 在Finalcard Pro 7的瀏覽區顯示觀看片段素材 除了列表顯示之外 另外可以選擇圖示顯示 如果要觀看原始片段完整內容 通常就是點兩下該片段 就會顯示在顯示視窗中 在Finalcard Pro 10的世界瀏覽區中 除了素材片段以列表方式顯示之外 還可以直接以膠卷顯示方式直接用顯示線 移動滑鼠橫向拖拉就可以顯示該原始片段內容 如何在Finalcard Pro瀏覽區 列表顯示時直接顯示片段內容 在Finalcard Pro 7的列表顯示是可以直接顯示片段圖像 而且滑鼠可以直接點按左右拖拉小圖示 就可以觀看圖示影片內容 而Finalcard Pro 10在列表顯示時 選擇片段就可以在上方看到影片內容 如何在Finalcard Pro瀏覽區 再附原本記憶卡揮入名稱 同時可以直接在Finalcard Pro 10進行批示命名 在Finalcard Pro瀏覽區的各種分類功能 通常在原始片段中我們可以利用標記方式 標記出多個分鏡 而且這些分鏡標記也可以在做片段分鏡選擇 加入到時間軸的編輯序列中 這些分鏡標記都可以做分類命名 另外也可以將原始片段所標出的選擇段落 製作成獨立的紙片段 同時也是可以在做選擇段落 匯入到時間軸的編輯序列中 群組方式的分類就會利用媒體檔案夾 製作成數狀方式的索引分類 利用輸入指定以及拖拉匯入的方式 加入到分類名稱的媒體檔案夾中 其他的分類方式還有標籤顏色 利用標籤顏色來分類片段所屬的內容編輯條件 或是修改標籤顏色命名 讓使用者可以清楚知道該片段的分類條件 在Finalcard Pro時有哪些事件瀏覽區片段分類功能 首先可以利用資料庫的事件項目 作為大項目的主要分類依據 初步或是進階的分類可以利用喜後評分 選擇片段或是段落標注喜歡或是不喜歡以及取消 也可以利用關鍵字 選擇整個片段段落重複段落監察選擇等各個段落選擇的形式 將其匯集在同一個關鍵字或是多個關鍵字的匯集中 這是利用Finalcard Pro 7的紙片段以及標注的分類功能 作為Finalcard Pro時關鍵字匯集的設計參考 以及再利用檔案夾的產生作為大項目的匯集分類 還有智慧匯集是利用搜尋條件 在使用者制定搜尋規則條件下 同樣搜尋條件的片段都會放在智慧匯集中 以上說明內容储蓬設備支援橋頂資訊提供 監聽設備支援吉態貿易月生企業提供 相關課程與詢問請至Facebook ProMediaTW